近日记者获悉,近百只东方白贯在黑龙江脑里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胜利管理站内集群 这是近年来出现的最大的东方白贯本土群落 据了解,东方白贯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是中国一级保护动物,全球数量已不足4000只 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2020年中国三江平原定居的东方白贯已超过1000只 据相关专家介绍,随着近年来,该保护区实施退耕环施,人工搭建巢穴等措施 生态环境不断得到改善,东方白贯的生存环境正在慢慢恢复 目前本土繁殖个体正在逐渐集成群体 通过这几年我们的调查呢,这个18年的时候,咱们保护区做了32多方白贯的人工潮 19年就有8个潮被占用,这个占有率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本地的繁殖个体呢,逐渐地集成一个群在这个地方的栖息 说明咱这个地方啊,现在呢,非常适合东方白贯的繁殖 在不久将来呢,东方白贯就成为我们这个地方一个惨客 并且呢,它的种群呢,也会不断地壮大 在11个管理站,做了100多个这个东方白贯的场 这样呢,招引了东方白贯呢,大概是有7到8场 目前,以后呢,会逐渐争夺 每年呢,会增加10%左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